有一个广东的土豪老板 花32万买了一条蓝旗金枪鱼 要说这条蓝旗金枪鱼真的很大只 足足有三米六长 众人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这个大家伙搬到体重秤上面 没想到他居然有820斤 吸引了许多人过来围观 为了迎接这个大家伙 土豪老板还请来当地的一个大厨过来接货 这个大厨的刀工也是非常的了得 一把乌铁大刀耍得如火春青 据说这把大刀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比这条金枪鱼还珍贵 这把乌铁大刀确实是非常的锋利 挖鱼鳞就像削豆腐一样 完全没什么压力 而且大厨的力度掌握得也很好 丝毫没有切坏鱼肉 挖完鱼鳞后就开始剁鱼头 乌铁大刀剁起鱼头来 也是让人觉得很舒服 大厨每一刀都剁得很精准 切起鱼肉来更是非常的丝滑 一刀下去整块鱼肉就掉了下来 鱼皮下的鱼肉也是非常的红嫩 这条蓝旗金枪鱼的纹路也是非常的好看 这个大厨精湛的刀工 再配上这把锋利的乌铁大刀 两者配合真是天衣无缝 让人看了就感觉非常的过瘾 大块的鱼肉会进行更加精细的加工 大厨找好位置 然后一刀直接划过去 带骨的鱼肉被完美切割开来 蓝旗金枪鱼一般都是出现在比较高级的餐厅 因为价格昂贵 所以要尽快地处理好进行保鲜处理 这也是土豪老板要请大厨过来接获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为了运输方便 处理好的金枪鱼运回酒店后厨 厨师处理起来就方便许多 大厨会对金枪鱼肉进行分类处理 鱼尾的部分切成小块 腰身部分直接切成一大块 每一刀都干净利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